聯邦衛生部研究發現 國民的血液中存在有害的永久化學物質 建議根據環境保護法 將相關化學品列為有毒物質 葉宛文的報導 化學物質存忽原基化學PFAS 毒性高而且不容易分解 長期以來被認為嚴重影響健康 因此亦都被稱為永久性化學物質 聯邦衛生部聯同環境部發表的一份新報告顯示 在國民的血液中發現這種有害物質 北方原住民社區的水平更高 PFAS分解速度緩慢 已有動物的研究顯示 PFAS對肝臟、腎臟、甲臟腺、免疫系統、神經系統、 新陳代疾、甚至生殖和發育都有不良影響 因為防水、防油以及摩擦力小的特質 PFAS是各種日常用品 例如化妝品、快餐食品盒、地毯、家具和服裝 甚至滅火筒、電動汽車、電池 以至是太陽能電池板等等都會經常用到 人類亦都可以透過空氣、灰塵和飲用水接觸到PFAS PFAS PFAS PFAS